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大陆 他们发射了这个嫦娥2号的卫星之后呢 那么现在看起来 似乎都一切进行的相当的顺利 但是呢在发展这一连串的计划 未来还有嫦娥3号啊 那么可能是不是也会遭遇到 哪一些的这个挑战 等一下回来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聊 而在此同时呢 当然我们要来先请这个孝成 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因为其实就台湾去看 他们是非常积极的在发展 但是呢这个台湾 台湾的定位又是什么 台湾能做些什么呢 可以谈一谈你的观点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全世界人 就必须要习惯一件事情 就是有所谓的航太科技 除了美苏这个两个国家 还有包括像日本这些国家之外 所谓先进国家之外 现在中国有这样 中国大陆有这样的一个技术 我觉得大家习惯了 那对于这一次 它一个那个长河2号这一次的一个 就是第二节推行期 落在我们的这个台湾附近的 外海这个地方 我觉得我现在的台湾人的态度 就有点像是 人家在吃米 人家在化修 人家在看人家在吃面这样 然后我们自己在那边 这有没有可能 有天的时候都打到我们怎么办这样 我是觉得就是说 有些事情不要去过度犯政治化 因为它就有点会变成这样 我们去欣赏人家 有这样的一个科技的一个发展 那反观台湾的话 因为台湾蛮可惜 因为我们在于整个的一个 一个情势问题 等于是国际环境 对我们台湾的一个 台湾的一个限制 我们是不能够发展 这样子的一个火箭 就是航太科技的 我们最多就是抚慰 这样子还委托人家 把我们打到外太空那边去 然后绕到地球跑这样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发展这个东西 因为如果我们有发展 我们具有这样的一个 火箭发射能力的时候 等于就是我们也拥有 所谓洲际飞弹的 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这样子对 尤其对中国大陆那边来讲的话 他们认为就是说 这个是很不安全的 所以它刻意在这方面的话 有一些的一个限制 当然如果要把它讲成说打压也是 也是没有错的 好有华那我请教您 其实这个嫦娥二号呢 它是要绕月半年了 那主要的就是好像看起来是要探测 当地的这个环境嘛 那么包括什么环境的这个土壤啊 土质啊什么分析啊这些啊 那么都要搜集蛮多的这个资料 那好像据了解是说 其实也花了不少的人力 甚至是物力以及财力 在这个金额的部分呢 已经超过了这个9亿人民币 那么大约折合台币 也应该有近45亿台币左右的这个金额 金额非常的这个庞大 但是呢他们未来 是一连串的一个计划 因为不是只有过去的1号 有嫦娥2号 还有未来还有嫦娥3号等等 对不对 除了嫦娥3号以外 他们的探月计划是持续的 那这个是中共出的书 那我稍微念个一下 他说他说第一阶段是发射 嫦娥1号2号 好进入地球月球 而不是进入月球轨道 对月球进行探勘 获取月球的3D立体图像 他说他们先要建立3D立体图像 然后他要把整个的登月的轨道 就是傅教授刚刚讲 美国的中国的 他所谓的这些登月轨道 他要做一次的定位 好这是第一阶段 那第二阶段 好第二阶段就是说 他要争取将探测器进入 环绕月球轨道后 能够探测好 那个探测器在月表面 实施软着陆 就是实施登陆 它实施登陆的目的 在于月面进行活动性的探测 那活动性的探测就是 获取土壤看看有没有稀土类类 他说第三阶段就是能够返回 好就是能够发射返回地球的探测器 在月球软着陆探测完成以后 能够携带月球上的岩石和土壤样品 返回到地球 换句话说 这个跟当年的美国的阿波罗的登月计划 是非常的类似 好教授这一点是不是也可以补充跟我们说明一下 他到底在这边是不是有什么非常重要的资源 什么独特的了不起的矿产 所以要花这么多的精力 来去做这些事情跟这些计划 那个中国大陆跟美国建交的时候 美国送了中国大陆一公克的月球岩石 这个月球岩石一公克 他们就拿了0.5公克做分析 然后写了很多很多的报告 然后发表在世界上有名的Juno上面去 从这个报告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大陆拿0.5克就已经做了很多事情 美国人也怕万一你到了这个月球上 抓了1000克你怎么办 一定可以得到很多资讯 表示说中国大陆有能力 用很少的东西 可以分析出很多他所需要的资料 那么话又拉回来说 中国大陆在10年之内 他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吗 这也是美国担心 也就是全世界都在看 那根据这个他们现在蚕额2号 蚕额3号来看 他2号是就要把资料收集起 试试看这里面有个特色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原来蚕额1号离月球最近是200公里 它现在离月球最近是100公里 但是因为最近我没有看到资讯 它这个绕月的状况 这100公里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没有任何消息 如果这个成功的话 表示它能够控制 因为大家知道月球的重力厂 是地球的六分之一 如果在地球来讲 我刚刚讲过 说150公里 保险的话 250公里以内 你要绕地球的都是蛮危险的 你随时都会受到地球阻力 引力的关系摩擦力 掉到地球上去 所以说月球 你现在由200公里进轨到100公里 受到月球的引力 就不是200公里一样的了 所以可能中文大陆会想试试看 你这种技术100公里的技术 它能做到什么程度 第一个它要先克服这一点 如果成功了以后 它才可以下一步 因为登陆月球登陆上去 一定要冲过这100公里 它这中间还有一个 长额三号的这个 长额三号就是要准备 要抓无人的 注意要抓无人的 有话刚刚讲了 要放个无人的登月小银 登陆月球 同时要工作 还要把东西送回来 我想大家知道 美国这个技术 也只是在2000年 登陆火星 把东西拿回来 它只是登陆月球 稍微近一点了 因为到火星距离远 所以它遥控信号 这里面很高的技术 你看到那个 灯火星的小银 快要掉到坑里面 你要遥控 它已经掉到坑里面去了 所以这都是用一种 自主性的控制 就是说你一个信号去 它自动回来自己研判 机器人 就是有自主性的机器人 它研判了以后 下一步要怎么做 它完全自己决定 不能够用地面控制了 那这一点 如果这个中国大陆 要能够突破的话 才能够做到 让月球的岩石 它抓回来 同时回来 好 傅教授 那我们台湾的这个技术 相对而言 这个好像有蛮大的 这个落差是不是 我想知道 有一点大家可以欣慰的 你们很多科学家 都是这个美国 第一个美国登陆火星的 很多科学家都是华裔的 都是在台湾受的教育 包括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到了研究所 到美国去 所以至少 第一个 我们台湾的基础教育 做得很好 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 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他们现在老一辈的 很多 他们现在航天 大家不要看这个年轻人 大家看到他控制中心 几乎都是年轻人 我觉得他们是这个秀给大家看的 真正工作人员都是差不多60岁 真正城市重要设计 差不多60岁上下的人 这些都是以前受过我们基本教育的 所以表示我们的教育是很不错的 我们要从好的方面去看 那至于说像我们国内 我想这个我本人是中正理工学院航空系毕业的 那么当时只有中正理工学有航空系 陈大还是在我们后面 淡江大还是后面 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些航空的人 虽然不能够航太的人 像当年我们也制造过IDF 虽然在造IDF过程中造了一半 美国说F-16卖了 生产间一卡 我们就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就失业了 所以说很多事情 我想只要是国家有政策 我们绝对可以做 这个中国大陆还是说句话 中国大陆它能够发射火箭 我们这个技术 如果我们用我们的人 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 它能够做的 我也能够做 只是看这个政治条件 各方面有没有外力的干扰 外力干扰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突破的决心怎么样 我想这都是可以做的事情 好 休息会马上进广告之后 再回到新台湾新光大道 全部 means 最后�� starts ray刚成了 太精灰了